好 大把戲每月專題 Hello Sandy 你好 你好 捉了你假期來錄音 我們最記得月初在撫施 我們有什麼題材可以講的時候 看到一張Roll House 現在旁邊的poster 嘩 這麼厲害啊 將來可以練到這麼 很誇張的這張poster 很吸引到我 但是香港就不會上戲院了 亞馬遜的prime就上了全樓 我就邀請你講這個演員 作為這個月的專題 先問你對於這位演員 張良河你有什麼 一貫的看法 有什麼印象對她 印象一直都覺得是好戲的 其實我們之前的專題 我們講過的Enemy 或者Prisoner 甚至Sodiac 都是出色的演出來的 有帥哥 這個一定是 還有覺得她應該是一個挺勤力的演員 你感覺到她不是很戲的那些 但是有一個問題來 這次我們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我就不斷看她的戲 我發現原來她的樣子都是一樣的 不只是說說外觀 是說演繹和銀幕上的人設 Persona 是很像的 她演來演去的角色都是相類似的 再加上原來她的表情和演技都很遲的 雖然都是出色的 但是我終於都覺得 原來為什麼這麼久都好像覺得她和獎項沒什麼緣分呢 是有些原因的 我覺得好像很難突破這樣 其實最... 算不算是叫做比帥哥擔誤了一點點呢 算不算是比帥哥擔誤了一點點呢 算是一點點 其實因為她太... 還有那些輪廓太深了 你變成了可塑性就低了 其實我們今天說的這六套戲 最疼的就是Night Crawler的 就是她已經最突破了 但是其實也有些相似了 其他的那些 那Roll House呢 我們留下這些結尾才說吧 先說了一套... 就是排了次序就先說了 可能是她最重要的一套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Brought Black Mountain 段貝山 李安導演的 那我這次重看呢 那當然啦 因為演員問題 就專門留意她的演出的 那當然跟Have Ladra 那個對比呢 也都看到 那人家真的是演得好一點的 我覺得是演得好一點的 其實可以公平一點這麼說 那她演的時候2005年啦 就是拍2003啦 那其實她應該是20歲左右而已 那時候是20歲左右而已 那你叫做一個這麼橫跨 一個年齡層這麼闊的角色呢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就是給大家一些前設 就是不是說她演得不好 是難演的 但是過都難演之下呢 對家演得好一點就演得去就好像 沒有對家那麼深刻 留在觀眾的印象上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同感呢 有啊 坦白說 《Brook Black Mountain》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段貝山這部電影 但是呢 我看過很多很多次 每一次電視有播我都會坐在那裡看的 就算是由中間開始看的 我真的覺得很好看的 就是那種的抽心是很好看的 但是呢 我同意你講的 因為呢 我覺得Heathledge 我想看看她多少歲 1979年可能 其實都差不多 其實是同年的 是的 而她那個 加上她的角色 我想也是有些分別的 就是Anne's那個角色 其實是陷促一點的 還有就是內斂一點的 那種內心戲比較多 Jack就比較是 都是適合她演的戲路 就是比較outspoken一些的 就是對外多一些的 然後那些 就是她是比較方的 她的角色也真的很適合她演的 但是呢 反而就是這件事 就令到她比下去了 就是那個角色本身的設定 上面都有一點關係了 嗯嗯 不過那個演出上呢 其實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是自從段貝山之後呢 張良寒演的戲呢 說多說少 我都覺得 嗯 有一種 就是機機的感覺 就是我也覺得 就是影響太深 就覺得譬如 譬如有些去拍愛情片的角色 我覺得 又好像不是那麼投入得到的感覺 這次真的影響得 就是影響得我們看電影的人太深遠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又沒有 我又不覺得之後那些戲 其實都很 歌揚味很重的 我又不覺得很有這個痛性亂驚向 嗯嗯嗯 那你剛才就說 就是你一直都很喜歡段貝山 其實我自己今天這次 今天再翻看的時候呢 就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不是 就是男人的問題 就是我是 幾進不了他們 初初在山上建立了那個感情 直到有一晚就是 酒精影響之下 爆發那個行為呢 我都是沒有這麼進去的 但是後面那段細水長流呢 就是大家很牽掛著對方啊 就是每年相約在段貝山 幾次聚會呢 那個我是挺進去的 不知道你怎麼看 你能不能進去到 最初在山上的那個賀爾蒙爆發那一場呢 我又 因為我自己 可能也跟性別有些關係 我覺得可能也是 我又沒有說很難進去 因為其實起初他們的角色 都是說他們應該各自都是 本身是跟性戀傾向 但是那個年代的問題 就是不可以出軌 就是不可以說出來 所以大家都是保持那個距離 所以我又反而沒有說進入電影 就是我覺得他反而保持那個距離 是有一種刻意在裡面 我又覺得很合情合理 但是我同意你所說的 他的感動的位置是之後那個細水長 那個位置 就是 而且那時候2005年始終沒有那麼多的同性戀電影 真的 就是起碼主流的沒有那麼多 先 那你去到爆發那個位置 是會有一下覺得 不是我們平時見慣的 是的 但是 之後那個細水長樓 我覺得最感動的那一幕呢 是他們在房子外面 就是幾次的聚會之後 他們在房子那裡 就是Jack去找他的時候 他在那個Heath Ledger的那個 Annes那個家裡的門外的那個商榮 和那個湧文 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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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很厲害的 是 加上Michelle Williams又看到 其實Michelle Williams那個反應都做得很好 其實你記住 四個兩男兩女都是很年輕的 就是那時候很年輕 但是你見到 就是當然了 Anne Harvey那個演員 真的又是再排第四了 我覺得她是 但是Michelle Williams那個反應 是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你說 譬如李安導演 很厲害教一些語言做的 但是也有一個演員 有這樣的誤性 知道譬如我飾演那個年紀 那一下 那麽 那麽 就是 怎麽說呢 就是得如其來 見到我老公原來是Gay的 那樣東西 就是那個反應呢 她又拿捏都很好 就是觀眾不妨再看一看 就是雖然大家留意著 他們兩個 再見面那個激烈的勇文是很厲害的 但是 老婆看到我老公的反應呢 都很厲害的 就是今天再看一看 你真是演得很好 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Michelle Williams 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還有她是很懂得選劇 就是有她可以選的 都不是差的 就是可能是近十年才有些失手 就是當時其實 段貝山那個時候 其實她拍很多indie 戲 就是很多都是小本的製作 但是全部都是好作品 但是現在就比較在主流電影中 看到她的身影多一點 但是那時候就真的是 其實一直都是好演員 就是你想一下 好像 Fablemans 他不是演媽媽的那個 其實都演得很好 是啊是啊 那說回 Jack Jenner 學 在段貝山的演出 我覺得 就是這次再看的時候 我覺得 譬如Heath Ledger 當她老年的時候 就是去到中年的時候 她整個人是能夠進去的 你見到演員能夠進去 中年那個比較落幕的角色 但是 對比一下 Jack Jenner 學 去演中年那種 就是那種 就是入醉了 入醉了豪門之後 入醉了豪門 又是那種 就是 內心有些東西搖一搖一搖 就是掛著 Heath Ledger的時候 覺得 他做不到老的感覺 給我的感覺 就是像一片鬚 但是又不像一個 就是長大了的一個男人 所以這些我覺得 是一些叫 扣分位的 我覺得是 我上網看回 其實Heath Ledger 是一個 很有準備的演員 就是他要 事前要問很多問題 就是他要很早地 準備這個角色 他要知道 他每個年代 他會想些什麼 但是 Jay June後 是比較不即興的演技 他說 他其實是 去到的時候 他那一下 那個 的感覺是怎樣 就是這樣演出來 其實可能這件事上 也有少許分別 因為始終角色 都是 隨著年紀 是 心境一定有變化 但反而 就 那個心境 就像你所說 他還是很年輕 而且很不成熟 就是 還是很放蕩 那個感覺 一些都沒有 雖然其實說 他那個人切 都不是說 他是 已經成家立室 成熟起來 都不是的 都依然是說 他後來還去 墨西哥 其實那個人 都是比較 是那種 有種不羈在那裡 就始終沒有 那種隨著年齡的 心境有所變化的那種 那樣東西上面 就欠缺了一點 是啊 真是欠缺了一點 尤其是Heath Ledger 當Jet 走了之後 那幾場獨舞 是真的很厲害的 譬如他去回Jet家裡 跟他父母聊天 你見到他整個人 都好像一個 蝕了氣的氣球那樣 就是整個形狀 跟之前很剛強的 好像 走了 好像世界 缺少了一件事 自己的內心 你看到他的耳朵 整個人都好像 很落寶 很落寶 那樣東西是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很高大 但是好像 沒有了 虧了氣的氣球 躺在一張椅子上 然後到最後 看到那件衣服 就是最經典的那場 就是衣櫃裡 看到那件衣服 然後抱著他 那個場 你今天看的都是很動容的 看到那個演出 就是我們現在變成 讚了一下 Heath Ledger 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有一個對比 其實那場就是 講回最經典的 就是願我可以 學會放下你 那場在山上的對話 今天還是 還欠一些力度 我覺得 Janet何說的那句 就是那句很經典 就是 已經變成了 廣東歌都有 願我可以學會放下你 但是 都是還欠一些東西 就是 還欠一些力量 就是人生力量 就是如果硬要20歲出頭的年輕人 做一個40多歲的角色 就會有這樣的 我可以說是不足的效果 是的 就是如果你這樣對比看 段半山如果沒有了Heath Ledger 就會變成另一回事 但是如果段半山沒有了JJ 可能都其實差不多 可以找別的代替 是的 可以蠢代 其實這樣就 雖然不是說他差的 他只不過真的比下去了 在這個位置 是的 我們都說了一次 我們很喜歡這個演員 第一次 因為都不會做這個專題 好 我們跳下一步 段半山裡面 和Janet何和Anne Harford 就是一對 竟然在2010年的時候 兩個真的拍了一部都市愛情片 就叫做《Love and other dress》 香港就叫做《愛情戀上人》 我覺得當年都進戲院看的 因為他們叫做《載俗銀幕情侶的前緣》 但是今天翻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不同的感覺 你自己 我應該真的看了一次 當時應該都很慘 在戲院看 但是現在就看第二次 中藝幕完全沒有看過 但是印象都覺得是不是很差的戲 因為電視台是播放不了的 應該是 還有電視台要播放 應該要7號 但是現在翻看 因為其實我後來 上網找回一些相關的資料 就說原來這個 柏甘信的病人 他吃的某些藥 是會令到他們的那種 性愛的想法會增加 他們經常都 性慾很強 是藥物的副作用 但是本來看這部戲 我就不太覺得 不太覺得是否和這個有關 現在回看 我就覺得 有很多的藏戲 其實有沒有必要這麼多呢 是否太多了 只是因為現在我們習慣 不會看到這麼多藏戲 RomCom是不會有這麼多的 可能到時候 他真的很多 還有很 很透露 暴露得很厲害 我覺得 好像沒有這樣的必要性 但是那種暴露 又不是叫做 刻意地 賣弄身體的那種暴露 反而是一種 叫做生活上的 渴望出來 可能剛才你 叮一聲告訴我 原來 可能是 Alan Harver的角色 可能是 真的受到藥物影響 所以就 或者可能是因為 生命 有一個叫做 即將終結 或者自己 如果再不做這些 就沒有機會再做 所以你覺得又不算 說很 很噁心的 即是在電影裡 性很主動的 不是很噁心的 但加上最重要 先說第一個 即是兩個英俊美女 即是當時 即是 你覺得 即是再翻看的時候 真的 即是如果 以當時來說 如果以 英俊美女 來說 這對的銀幕情侶 即是眼大大 然後輪廓 也很厲害 也都是當時 叫做 即是青春無敵的感覺 叫做青春無敵 雖然你說 你說掃演技 我覺得Alan Harver 好像一直都 都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一直都差不多 有沒有什麼叫做 之後後面 去到《孤星女》那種突破 但如果當時來說 已經是一個青春愛情片 我覺得這套 是合格有餘的了 已經叫做 是的 就算 我想我們都有講過 就算比起 現在的ROMCOM 都是好看的 即是你現在看回 雖然這個劇情很老套 即是 很花心 接著遇上一個 你就變成一個很專一的人 然後到最後 又要某一些事放棄 有些錯摸 然後最後又再重新 其實整個橋段 都是很老套的 即是很典型的 愛情浪漫 喜劇類型的戲 但是呢 現在看回 都不會覺得很過時 即是始終那個公式在裡面 還有 即是他那種 即是他那種 跟你說 即是有一種 雖然有很多床氣 或者各樣東西 但是呢 有一種的生活感 即是他那種的 心情的起伏 即是其實是一些很 很日常的事 即是大家可能 真實情況之下都會發生 即是起碼沒有過度刻意去 將它戲劇化得很厲害 起碼沒有突然間躺在床上 然後已經要去到生命的交接 這些很奇怪的劇情 所以現在看起碼不會覺得過時 有時看這些戲 例如《喊苦喊忽》那些 才是最不好看的 有一種這樣 例如你說遇上絕症的女孩 其實很多 例如說最近 例如國內也有一套《遙太陽》 之前那種戲劇處理兩個失意的人走在一起 是最好看的 反而去到最後落寵藥 在病藏中抓住你 哭呼喊忽那些 很考慮導演那個取捨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哭呼喊忽 可能會擠到沒有人的眼淚 但有時會有一個界變成過分地煽情 太矯情 例如我看《Love and Underdrug》的時候 他每一段都是不會去用一個 所謂太過煽情的手法去做 反而兩個可能只是一個比較輕巧的方式去做 變成是去到今時今日 譬如2010去20幾年後 我和你都提過 看回看的時候 是很像最近的《Anyone but you》 就是《Sweetie》那套 有一種叫做 現在很難找一個 可以擺上《大銀幕》的CP情侶 變成是 現在真的很少 你看看《荷里活》片 又上到《大銀幕》 又是《愛情興氣》 可能變成 串流可能很多 但如果真的上到《大戲院》 又有一定的 揹到票房的明星 是很年輕的 不是那種很中年 Juli Roberts 是的 Juli Roberts那種和George Cooter是另一種的 就是老年式那種 比較年長式 是少了的 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引入少了 還是全世界都少拍了這類型 可以上到戲院的戲 現在就真的是 變成了一年可能只有一部 或者兩年只有一部 我記得當年也很多 其實當時看《Anyone but you》 這套戲是很一般的 但是我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覺得近年的《大銀幕》 是少了很多 就是怎樣再在這個類型裡面 有所突破 那你又很難去做到好像很押後 什麼主流 始終是比較主流 你怎樣再在吸引觀眾呢 就唯有去到那個CP值 就是這個情侶 但是 不過 又這樣說 《Anyone but you》的票房是很好的 就是全球收的票房是很厲害的 所以都不是差的 大家對他們的觀念 但是變成就是說 有《Anyone but you》 但是可能有其他類似《Anyone but you》上演的 以前是 就是可能有一套愛情小品 可以看一下 還有你記得除了Ann Harford之外 我覺得《Nattery Parkman》也有拍過這些 就是 貴為 不可以貴為影后 就是准影后 拍過很多art house的戲的女演員 都會拍一些 類似這些都市愛情小品 譬如你叫他Emma Stone拍 我覺得現在又不會拍這些戲的 變成是 不會呢 是的 變成就是定了那類型的戲路 就不會走回頭的感覺 有些叫做 那變成都是難得的 再看《Love and Adeptress》 真是英俊美女 就是荷里活最大眼睛的一對 對CPC 兩個真的很大 我同意 是 好 好 接著講一下為什麼會引我們講 Jet Jenner河的專題 就是這套《Roll House》 這套我改編 即是重製版 1989年 Pitch Price那套 《威龍殺陣》 香港就沒有中文名的 即是新這套 我跟回國內名叫《新威龍殺陣》 那張poster再看一次 我看的時候 想不到是他來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之前 如果飾演這個拳擊手 或者一個 MMA什麼都好 即是打架的一個角色 之前修波 就是2015年的再戰激情 已經做過了 拳擊手 反而還沒有這個那麼厲害 整個身體 這個真的好像成分漲大了 即是怎樣練 我昨天分享了一條YouTube影片 即是你看過了 已經 是很用心地去練到自己變成這麼大隻 這麼厲害的肌肉 那變成了真的 未看就先加了分先 即是眼睛就先加了分先 即是這麼厲害 即連我作為一個男人都覺得 想看看你以前 即是 比我印象中比較 即不算是演得太多這些 這麼MAN 這麼大隻的 Jet Jan Ho 為什麽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變成這樣之後 演得好不好呢 那我用這樣的前進度 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也是看報告給他吸引的 但是我因為當時 我是有看過South Paul的 而我已經記得 那時候他好像也練得很大隻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年紀不小了 即他都四十多了 因為還可以練到這樣 是真的很厲害的 始終年齡都是有些分別的 還有你練完不是會保持那隻 你演其他戲又會變回打圓形的 那個感覺 還有他那種的身形 不是純粹大隻 他真的像人家打那些 MMA那種的身形 即是撩得很肌肉型的 即不是那些很大的 即不是馬東石那些 所以就是很厲害的 即是一個演員 但是其實看回他 他為了一些角色的準備 我想之後個人大一點 他就為了角色有很多準備 也有很多方法演技 他就經常都會有一些 比較肢體上的一些準備 這套就是練不練到這樣的肌肉 還有我記得當時 未知道有Rollhouse這套戲 即未公佈這套戲 即會上串流的時候 然後呢 我上網突然間 我記得有一天看過 說JG龍豪走去打那些WWE 好像比較輕量式 說他走去打了一場 那時候我就奇怪 難道他不拍戲 就特意休息一下 走去 以我做打拳 但原來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是為了這個角色做準備 所以就特意走去打了一場 那當時就不知道 但是那個Marketing很好 當時我已經知道原來 他說他特意去打拳 但後來又出了這套戲 那這套戲就是 但那種中國工夫跟我們香港動作片相比 其實是很遠的 香港動作片有那種很爽的感覺 那邊比較論盡 那是我們不太喜歡那類型的西片 就是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內容 只有學 但是那種灑型 就覺得美國人會先喜歡 但是你到2024版 我先有個前置 就是重製的時候 他想保留那種打拳頭膠 有一點點幽默 有一點點放假 那是渡假式去到一個南方的一個渡假地 就是發展這個故事 我叫他保留了這些東西 都算保留了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的時候覺得 你那些幽默真的挺懶出來的 懶的幽默出來 就是不太笑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還有那些角色是比較平面了一些 很平面的所有角色 但是我覺得將人和保留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一貫以來 那種疫症、疫邪的形象放進去 就是他所謂一個叫做 又背負著一些過去的往事的一個權手 流落到一個鄉村酒吧那裡做保鏢 又保護當地的人 就是看不過眼了 看不過眼要保護當地的人的時候 他那種疫症、疫邪的那件事情 是他才能保留的 一直以來都能保留這件事情 就算我們下節講的三套 你都是見到他 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叫做質感在那裡 變了我覺得看Roll House 雖然有的都是叫做 不是那麼好 其他方面不是那麼好 但是打和他的角色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就是他看的時候 就問一下你怎麼看 Roll House這套戲 是的 我同意的 整套戲都很平面 那些八、九十年代封的 是荷里活blogbuster 那些炮穀片 所有事情都不需要發展 就這樣告訴你 他們是情侶來的 那一出來你已經知道 他們即將就會有一條愛情線了 然後他周邊的那些角色 他應該在酒吧上面有幾個人 那些輔助的角色 也是用來對砌J.J.雷河的人切 其實全部都是典型的 以前我們看的《隨看隨網》的荷里活電影 但是整套戲都是J.J.雷河 你的眼球很難離開他 不論是因為身形或者是因為主角 即是即使她的對手 終極的對手本身是一個拳手 其實我發覺眼睛很難離開J.J.雷河 實在太出了 她的角色 但是我後來上網也有看過 原來他們打很多都是電腦得的 就不是真的拳拳到肉那種的真打 但我記得動作設計上是很花心思的 雖然你說很多電腦特技 例如撞車 車撞人 船撞人 當然是電腦特技 但是出來的效果 又不是說那種你會看到很快的 肯定是掉到得技 這麼容易穿奔這些東西 遮掩了 兼且有一種叫做 誇張了那種幽默感在那裡 車撞人 船撞人那些 你覺得不合理的 但是有一種喜劇感擺在那裡 但是張倫河和對手Connor 他那個名字 Connor McGregor 打出來的效果 你看到真的有練過 這是最重要的 有練過 有真的操練過 不單止自己的身體 我想他身手上 譬如打出拳 就是沒有打那樣東西 他真的有個功架在那裡 所以我看到看的時候 不錯 還有你拍那種沒有打場面 不是好像以往那種 有時候看鬼佬 他們動作不是那麼快的 但是你看到他們 譬如靠鏡頭 或者適量的 視覺效果放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影片很爽 就算他打的時候也很爽 變成了不差的打的部分 就是重新 打的部分真的不差 我看的時候 又不覺得有這麼重CG 但是看完之後 後來想上網看看他們 究竟他們 究竟怎樣打的 就是如果這樣 對一個真實拳手 他打的可能 會被打到的 就是有些位置 是覺得很危險 但是後來看起來 原來有這麼多CG 但說回剛才你說的那種喜劇感 是我很同意的 就是那種很舊式荷里活 是誇張到一個位置 是你會覺得很少的 其實是太誇張 但是呢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這部電影 他那張隨看隨忙 是我覺得 我去廁所回來 我都沒有錯過任何東西 是不是有一幕 就說他跟那個女主角 叫做 那個醫生 醫生去了一個海灘 那樣的 簡直是覺得多餘 一個地方 就是為做而做 很多位置都是為做而做 但是奈何 我想他去拍層 想保留那種味道 就會有這樣的考量 還有那個度假味很重 你見過那個景其實都 不是說叫做美倫美 不是美倫美換 去到馬爾代夫 那樣漂亮的景 但是你見到那種 南方那種味道 就是人那種比較 嗨一點 或者是比較 比較 我不是說主角 其他角色 在酒吧做事的人 那種叫做 南方那種比較 散漫的味道 所以你看到就是 其實我看回導演 導演都不少東西 我拍過史密夫 史密西 Made in America 那些 就是拍那些巨星戲 那你見到這套 又不是說叫做 很刻意地想去 就是搞大製作 好像放過假 拿回一套 可能大家都喜歡的 舊片 來重製 有個這樣的心 我見到 所以我覺得 可能觀眾 很多觀眾都覺得 好像平平無奇的一套片 但是你見到可能是 看張宁航的身形 他的武打 是看到他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突破 因為我看回 就算我看回 《修婆再見激情》的時候 他都是用他以前那種演法 你見到是 可能你剛才 所以我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就說 用那個舞去演 雖然那個角色是深刻 但是你見到 他沒有什麼叫做突破 反而我看《Rollhouse》的時候 你覺得他好像 轉少少型 所以試一下我用這個舞 加一點喜劇感上去 或者這個喜劇感的時候 我再加一些 我以往的疫症疫情 令到這個角色 那個深度多了 也變了 有些場口是難忘的 因為其實我見到 他有些眼神 被人打的時候 是那種 我又不是要報復你 但是你打我不碰 打我不碰 那個感覺出來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很有趣的 你見到他中拳 打的時候 他的反應就是說 我有一種 因為開始那一段 已經講到 有種叫自尋短見的前設 那場很重要的 就是我自尋短見 然後自己趴在車上 算了還是不好 就是那個設定 是很有趣的 直到他 就是把這個有趣 放在他的性格上 再放在後面 整件事 去到對抗 整個度假村的惡霸的時候 是與別不同了 就是不是以往我們看過 那種大英雄 或者冷面殺星 冷面殺手 那樣東西 是挺有趣的 就是有個 有個小小的心理病 的一個前設把 我覺得是 可以一項的 可以一項 即是炸不下的 都是炸不下的 好 那我們講這三部 下一節回來講幾部 我們都是很心水的電影 OK